畫面中一輛三輪車停放在路旁 民眾想移開 卻發現車椅被鐵鍊牢牢的綁在水溝蓋上 讓民眾不禁質疑 車主是否想利用三輪車來霸占車位 你這樣子固定起來了 對啊 你有繳稅嗎 是啊 因為那個地是大家都可以停的 這樣很像戰地威王 應該也會觀感很差 回到現場 三輪車停放在宜蘭、羅東、公華間和建國街的路口 這路段沒有劃紅線 車主並沒有違規停車 但是他卻以鐵鍊將車鎖在水溝蓋上 長期張用道路甚至霸占車位 以違反道交條例妨礙交通等行為 最高可處2400元罰還 無論三輪車的車主用鐵鍊停車的用意為何 這一庭已有路霸的行為明顯違法 只好摸摸頭乖乖去繳罰款了